今年六港天休宮 乘客大老鄉土工町 新春典燕瓦董 真有結束喔 除了有學長的時代師林建兒的 媽祖作行主典 設定單位六港團的 又更特別在現場 電視很多傳統手工藝品 讓參觀的UK 在每一個月底 都會等於不一樣的驚喜 這是六港天休宮 今年新春典燕瓦董的主典 整個媽祖發生主典 不管按聯合各種關照 都不一樣的驚喜主典風景 今年是金豬 在六港天休宮 已經聯繫舉辦這個活動 到今年剛好第13年 剛好又一個週了 那當然今年的豬年 我們都還是以金豬為主 可是我們今年是有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麼多年來 總是六港天休宮 聖母所主辦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做一座 麻祖的法相 跟千里的孫兒 在這個地方保佑大家 花燈最大的難度 就是人路 尤其是那個法相 因為你又不能說讓它 好像洗 可是要不親 要洗而不親 然後為了又要不怒 這個就是說他們的製作花燈 在那裡在捏腦的尺度上面 幾乎是最困難的地方 這點林時水營 不然由麻祖坡和千里幹 順鳳妮來做主燈 另外在你工藝燈的部分 有很多人吃不感表情的豬 以及傳統應徒工藝 配合在地的路 路港這些在地的一些工藝師 一些他們的工藝展品 尤其今年我們大部分 除了那個看舟 配分台衣 配分都以外 我們大部分都是以藝雕為主 結合在地工藝師的腳師 以及花燈台師林建兒的花燈藝師 典現六甲麻祖宮 土地的文化 綜合環境之美 新春燈驗多長 按理工藝師 到二月十九號 民眾可以賺這幾天 來六甲田休宮拜麻祖 巡迴中 鄉守驚喜 多久華新聞您幾乎 六甲蔡紅報道